大家好 買了這個扇貝 在哪裏買 自己看 地址 電話也有 沒有收錢買高百家 先看看 今天買了一些超級大扇貝 它給我這麼多冰 看看我的手 我是大手 一大隻手這麼大 它比大銀 有沒有大銀呢 先拿大銀出來 這個扇貝 這個5元餅 是不是也比5元餅多 好像8-2元一斤 希望好吃 現在先洗一下 這麼新鮮的大蒜貝 我覺得 就這樣用蒜蓉就最好吃 加豆豉也搶了些味 一個大蒜頭 差不多份量了 不要太少 太少不夠味 蒸餡貝 一定要有粉絲 少一點 但最重要是有 先浸透粉絲 否則蒸出來 粉絲會乾 剪一剪 不是很難夾 扇貝這麼大 要蒸得熟 如果不割一割 心不熟 要蒸很久 師傅教下 剪一剪 打個十字 不用剪花這麼複雜 打個十字 這樣 它的熱力就能去到心裡 真的很厚 如果不剪一剪 十字 旁邊都熟 心不熟 現在預備 蒜頭 少許油 油熱 剛才用大蒜頭 放一半 一半生 一半熟 這樣就叫做生熟蒜 即是金銀蒜 油不要太滾 如果油太滾 蒜頭一滾下去就焦 不要太大火 炒至金黃色 在一起 皮煎厚 微微金黃色夠的 千萬不要焦 焦了就要一層除掉 擦一擦 這就是我剛剛的生熟蒜 拌一拌 你看它不太金黃 不用怕 但是金黄不是大师傅 很难控制的 一有焦味就浪费你的东西 所以微微金黄够了 我这里就一包小的粉丝 你喜欢加多一点或少一点 没什么所谓 有些人现在不经常烹粉丝 有时候说用豆腐煎 我觉得始终是粉丝最好味 除非你不喜欢吃粉丝 蒸多久呢 就问问师傅 买的海鲜师傅 告诉你多久就多久 不用自己想 让我哥哥什么都蒸多2分钟 因为他说要安全 我当然不会 水大滚 煮饭的时候我会调小火 免得热 我很讨厌的 然后开大火 然后 盖上盖 今天师傅说五分钟 就五分钟 这个时候呢 就煮好豉油 给我哥哥就不用煮了 因为他家里用蒸鱼豉油 我呢 就用山抽的 山抽 如果就这样淋下去 会咸到一点点的 放一点点的 加一点点的糖 调一下调一下调一下味 这样就完美了 等一下就爆熟油 我就喜欢爆起山抽 然后淋上面 一流 相信我 我 足够五分钟了 开盖看看 很棒 开盖 关火 够热了 我有些蒜蓉做指标 字字腥 就够热了 那就对了 关火 下葱 我喜欢爆一下葱 你不喜欢就算 然后加点油 就可以了 这些油爆过 香很多 要漂亮 留一点点葱花 不加 不过今天的葱花 切得很大粒 是葱粒 不是葱花 差点 阿哥又说我的照片不是 不要说太多了 吃了吃了 喂喂喂 开餐开餐 哇 那么厉害 我先开酒 又要开酒 有什么酒 有什么酒 米酒 米酒 發觉气酒 喂 你不要弄这么久 凍了就不好吃 很快 拍到你的肚腩 救命 没人叫你拍我的肚腩 开酒吃多久 1895 什么年份 这个好不好年份 这个是招牌 1895 1895年的酒 你都别喝了 是不是 是吗 是吗 鬼色吗 喂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 快点吃 我在等你爆了 你今天做的 用手 神经病 超级大 有酒流水准 我闻下去 可以 试一下粉色 嗯 嗯 好吃的味 粉色 好吃 嗯 嗯 嗯 要不要腌一些汁 底部有很多 蒸出来的汁 不用 现在都有 用筷子吃好 嗯 其实应该用刀叉吃 有些鸽牌的感觉 哇 但是我们用刀叉 不够了 你以为我餐厅吗 到我吃了 不用刀叉怎么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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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觉得我的蒜蓉比街道更好 真的 好啊 那我用六个吧 六个一号 你帮我选一些好的 不如我开了 不如我开了 先搅一下 鬼色呢 挺好 陪我选一些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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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了一分钟了,让我煮了半个小时也煮不够 要蒸多久? 这些好像几分钟就可以了,我寄一些炉头 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60元 我想 sencill了,然后吧 我想要 谢谢你 我看你的走 就是被我踢过了 好了 很 farms 我 我是 我